两名小女童被袁警带进派出所 年纪较小的妹妹嘴里还吸着奶嘴 完全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 袁警当起保姆把妹妹抱在怀里安抚 一旁的姐姐坐在椅子上有些不知所措 13号上午11点30分左右 这对年约三岁和五岁的姐妹 在宜兰县苏澳政府的路段 大摇大摆的走在马路中央 道路上车子来来往往 妹妹还试图直接穿越马路 一旁没有大人 民众看到如此危险的场景 赶紧通报派出所 热心民众也拍下走失女童的照片 脸书发文写寻寻找家人 贴文底下引来许多网友留言 因为这对姐妹的表情实在好无辜 好险有认识的网友看见贴文 赶快通知女童的家人来派出所 把他们带回家 两个小孩子怎么会独自在外面流浪 女童父母表示 当时家人都在家中休息 后来有长辈出门 却没有关紧大门 才会导致姐妹好奇流出家门 好险民众及早发现 让小姐妹的流浪记平安落幕 TVBS新闻简大声 蔡新宇宜一兰采访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